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熱切其道的韓國第一烤雞品牌 Guna Chicken登入澳門 不用去到韓國這麼遠 在澳門就可以享用到皮脆肉滑的烤雞 配上一杯冰鎮的啤酒 真是聽到都令人流口水 在開幕禮冬日 董事總經理梁偉昌先生 都有來參與這個隆重的開幕式 現在就來聽聽他對在澳門發展Guna Chicken的 心得歷情和感受 剛好兩年前有一套韓劇《為之星星的你》 掀起了一個炸雞和啤酒的熱潮 我們就經過一段時間去韓國的考察 想引入這一類型的餐飲過來澳門 試了很多不同的炸雞品牌 都覺得好吃的 但是偏向了油膩 最後 機緣巧合 試了Gumnet Chicken 我就讓他標榜沒有油烤焗的煮法 濕心吸引著 因為始終 健康的烹飲方式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經過一段時間的聯絡 最後就成功跟GN Food 這間韓國Gumnet Chicken的擁有公司 可以達成合作協議 另外在開幕禮當日還邀請了韓國人氣女演員李成文 不知道她對澳門的印象和吃烤雞的感覺又是怎樣呢 我叫Clara 這是煮熟的煮熟 它不是煮熟的 所以我感覺很健康 而且我比較健康 因為我比較健康 因為我嘗試煮熟的煮熟 因為它是超過高的食物 但我認為它是健康 所以我感覺很舒服 吃這個雞的煮熟 我來到 Macau 為一個拍攝的電影 叫Linewalker 跟GutianLe 我最初的印象是很便宜 人們很友善 有很多地方去購物 有很多地方去吃 有很多地方去吃 但當我來的時候 它經常是暖的 今天是暖的 所以希望當我來的時候 下一次 天氣是好 所以我可以游泳 和放鬆更多 在外面 當天還有一個 給來賓去試吃的環節 你看牠們吃得多開心 大家是不是都很想試一下呢? 快點來Gunna Chicken試一下啦!